文山区万象李明鱼罐来到花木市场 大伙有秩序的排好队 准备品尝热腾腾的客家汤圆 米粉 小炒等等美食 里长张红木也亲自发送起康乃馨 祝福天下妈咪 母亲节快乐 舞台上悠扬悦耳的古真琴音 与浪漫的萨克斯风演奏 充分让人放松身心 包括客家歌谣演唱 动感的排舞表演都相当吸睛 包括武功特家民谣般的 比如我们老师 作词作曲的特家民谣的一律华 那我们这个也有我们带动跳唱 我的歌我们由彭老师所指导的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有包括 我们万象李的萨克斯风的表演 还有节识鼓 还有非洲鼓 妈咪与家人们三代同堂 缓缓走上舞台接过花束 接受表扬并留下值得纪念时刻 感恩天下母亲的伟大 幼年父亲早逝的张里长 每年都举办模范母亲表扬 肯定妈咪对家庭社会的付出 可以由子女来推荐 我认为母亲的话 你妈妈在我们礼上 在你家庭里面非常优秀 没有分说她是有钱跟没有钱 吃苦耐劳 教育子女 事业有钱 非常热情 发扬校道并推广正向力量 今年张红木也为武功国小的优秀学生 与社区参加比赛首次荣获冠军的 锤球队员们颁奖 为他们加油打气 万象里后处 并也把握母亲节前夕 开心欢度这一个属于母亲跟家人的夜晚 串起邻里感情桥梁 记住古策用台北采访报道